留法10年 回头看看我的留学收入和支出 我觉得工薪家庭们 还是不要和富二代们挤英美留学了 那里随随便便几百万的学费生活费 还特别难留下来 法国相比这些国家真的是又便宜又好留 就算读一个私校高商 学费算贵的了 一年差不多15000欧元的学费 两年也就毕业了 而且我还真没有看到谁来这里留学开跑车的 就算有的话也凤毛麟角 在巴黎读书的买车的学生也是非常的少 我那届学生60来个中国人 第二年有车的也就一两个学生 还是二手的 大家都非常低调 即使是后来我们知道是富二代的同学 其实也和一般家庭小孩一样 住学校宿舍吃食堂 学生各种优惠各种打折的 也会一起去薅羊毛 我租的房子之前合租 便宜的我住过200多欧一个月的 500欧一个月的 贵的700欧一个月的 吃饭的话中午学校食堂是有补贴的 差不多三欧一顿饭 晚上的话自己做 周末出去吃一吃 一个月花不了多少钱 后来我烹饪技术也进步飞快 就很少出去吃了 而且我学生时期还在打工赚生活费 这边打工的机会也很多 我当时法语不好 做英语相关的 也让自己有多种收入来源 赚到的我没有去挥霍 而是存下来享受学生储蓄优惠 加速累积买房首付 当然如果每周吃米其林 买奢侈品住五星酒店 那个没有上线 据说现在有的学生是这样的 不过我那个时候学生们都很节俭 没有现在某书上人均千万的感觉 毕业后按照学校来划分工资 第一梯队商校毕业出来 差不多四万欧多一点的工资 我的同学们 不管是哪个行业 哪个职位 差不多都是这个数字 也就是一年时间 把两年的学费赚回本了 如果学校是第二梯队 和第三梯队的工资 就会相对少一些了 稳定工作过了试用期 就可以贷款买房了 之前可以零首付的 现在巴黎买房首付 差不多至少要10-15% 那么第一年的工资 多存点下来 就可以用来贷款买房了 所以好多来咨询的 我都会给他们详细布局 什么学校 什么专业 找什么工作 法语不好 如何面试 换工签 工作解决了 马上开始找房子 什么样的房子 多少钱值得入手 让大家毕业一年 不走弯路 不买错房 就让生活迅速走上正轨 有些朋友觉得这些很简单 那么我还有10年 财务自由的战略布局 从做出租房房东 理财 税务优化 多收入来源等多个维度 加速达到财务自由 这些也都是 我慢慢摸索出来的经验了 感兴趣的关注我 收藏点个赞 各种工薪阶层逆袭的经验分享 如浮宫里面真的太大了 我们走了几个小时 我都往外看了 和是黑 Hz的担心